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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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你们有没有觉得如果不看照片还没有觉得自己变化有那么大 就比如说我那天跟崔斯坦聊天 我说我给你做一个二选一 郭德干和王一博选哪个 然后他说 这句话当然是王一博 我说一年前 我问你 无论郭德干跟谁 他都选了郭德干 1米25 但是皮肤好很年轻 还是1米75 法令纹很深 买点皱纹 我要跟你们绝交了 我选 1米75 但法令纹很厉害 因为我相信 我可以保养回来 我看你们俩一直喝喝喝 喝啥 奶茶 一个喝奶茶 来一个喝酒 你们的小日子过得挺好的 我也去找个喝的 等我一下 好了我回来了 带着我的饮料 为了对抗我 可能很快就要变成 1米75的 满脸法令纹的人 我要补充一点胶原蛋白 干杯 回到18岁 和 一个亿 一个亿 怎么这么挨起来啊你们 我也是 我18岁很无聊 为什么回到18岁 那你想回到几岁 我想回到27岁 27岁很好啊 既没有很老 又没有很不小 然后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 有很多选择 很丰富 这个问题好像跟你们都有一点不一样 我其实不想回去 我觉得 就是过去的时光 有它美好的地方 但是每一段过去 让我成为现在的我 然后我对现在自己也挺满意的啊 我也跟你一样 我也没有想要回到什么时候 我觉得现在挺好的 而且我觉得 重复减肥 大概七八次 瘦不下去的时候 然后我就越来觉得 我自己这样也挺美 虽然不能说越来越好吧 但可能会更不一样啊 所以我也没有想要回到过去 我想跟你们说一个我前几天做的梦 梦到发大水了 然后我在睡觉 然后起来以后 就对着家里 非常的茫然 因为不知道要带什么 我突然发现 好像什么也带不走 不知道该带什么走 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有列一个清单 写了大概有二十多个关键词 你们可以选一下说 比方说哪个是对你们最重要的 选五个 我选爱人 宠物 朋友 实力 勇气 我要选成就 十个亿 快乐 健康跟爱人 健康 朋友 十个亿 幸运 勇气 好 就这五个 健康吧 因为我已经拥有了幸运 所以我一定会很健康的 那我就剩下 幸运 勇气 跟十个亿 十个亿 十个亿 果然很重要的 我怎么办 我突然发现 我现在还没有学 对 有 孩子 十个亿 和宠物 我就留着十个亿 跟快乐 跟爱人 我要做一个 有钱的快乐的傻子 我决定那些生物 还会用都不要了 不重要 就让我 就让我 就好了 不要 十个亿了 我留下爱人 但是我可能会为崔子 借点钱 不能 我借钱 我呢 我选 勇气 其实我真的在第一轮 就选了勇气 可能它看起来 不是一个特别 容易被重视的词 但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它是很重要的 越是成长 越会发现 人生的每一步路 都需要自己去走 都需要勇气 从辞掉工作 开始做全职博主 从埋头写写写 到站到镜头前 从一到公开场合 就说不出话 到挑战演讲 一次次地突破自己 一天天持续地更新 一个个写稿 或者赶飞机的深夜 清晨 是这些过往的经历 让我成为今天的我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每一步都算数 我们走过的路 做过的事 由内而外 成就了现在的自己 不需要回到过去 不必着急未来 努力生活 好好爱自己 不辜负每一刻的时光 现在就是最美的自己